哈喽,大家好,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不品酒,跟大家来说一款酒 为什么不品酒呢?是因为一会儿我还要开车 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酒后不要开车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好吧,那进入主题,今天要说的这款酒是什么呢? 第三,它是在贵州与祝春酒、乾春酒并称为三春的金湖春酒 为什么要说这款金湖春酒呢? 第一,就是它在200元价位的酱酒里头,性价比非常的高 第二,就是我个人的品鉴认为它的风格是最接近毛细酒的一款酱酒 第三,就是它的工艺采用了部分的茅台酒的量造工艺生产出来的这个酱小型白酒 这款酒虽然它的时间不长是18年的 我之前喝过这个金湖春的酒,它的酒体的颜色倒出来以后就是微微发黄的 然后酒花也消散的很慢 还有就是它的挂杯的效果呈现那种柱状特别的好看 整体的酱香的风格以及口感等等都非常的不错 我认为它在200元这个价位的酱酒里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酒 说到金湖春酒呢 它是贵州平坝酒厂生产的一款54度酱香型白酒 那么平坝酒厂呢,它是一个以生产农匠煎香型白酒为主的一个酒厂 那么有平坝一号二号三号 在2015年国家出台了煎香型白酒的一个国标以后呢 平坝酒厂就开始发力 现在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大部分人所熟知了 所以有酒友圈中传了一句 茅台之下煎香瓶吧 还有人说是茅台之下只喝瓶吧等等口号 当然了,这也是企业宣传的一个方式 这里头我就不多说了 在这样一个生产煎香型白酒的酒厂 为什么还有这么好的酱香酒呢 我认为的一点就是它生产的煎香型的白酒 更准确的应该称之为药酱煎香型白酒 是因为它制的那个曲号特别的有意思 这款金湖春的白酒呢 它就从茅台酒的大区当中分离出了十一种优良的菌种 然后采用了部分茅台酒的工艺来晾造 所以说这款金湖春酱酒它的口感酱香 接近茅细酒的风格 这是一款非常有趣的夫曲酱香型白酒 相比之前介绍和喝过的大曲酱香型白酒来说呢 它显得更加的清新活泼 虽然它不像茅台酒那样 沉稳厚重典雅 但是喝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如果您感兴趣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金湖春酱酒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白酒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拜拜